旧金山自驾车公司Cruise还有Waymo 公布现在市内运行的自驾车数量 希望获得州府的许可扩展营运范围 傅景洪的报道 越来越多Cruise及Waymo的自驾车 在旧金山的街头上趴趴走 但旧金山市府的交通单位 就强烈反对更多自驾车在市内营运 指这些自驾车带来更多交通危险 现时Cruise及Waymo只能在旧金山部分地区 提供自驾载客服务 Cruise已经获得州府授权 在夜间时段向乘客收费 但Waymo目前只能提供免费载客服务 两家公司的目标是在未来提供 24小时的收费载客服务 而决定是否授权全面开放Cruise及Waymo 在旧金山各地营运的机构 是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 委员会在星期一的听证会上 听取了两家公司及代表市府方的论述 当中Cruise透露 目前在旧金山夜间时段 有300辆自驾车营运 日间时段则有100辆 而Waymo则有250辆自驾车提供服务 另外Cruise及Waymo的代表还称 其自驾车的技术一直在进步 比人类驾驶还要安全 Cruise又公布 今年截至7月18日 行驶里程有210万英里 只出现177宗突发事件 需要人员到场取回车辆 当中26宗是有载客的情况下发生 Waymo则公布今年截至6月30日 出现58宗类似突发事件 而两家公司取回车辆的速度 平均时间落在10至15分钟 但九云山市府方提供的数据 就大不相同 市府代表称自2022年春季 路得约600宗自驾车造成的干扰事件 例如自驾车无故停滞在路中 造成路上的车辆回堵 又或是自驾车闯入因救火行动 而封锁的路段 妨碍第一线人员的作业 光是在今年6月就录的 120宗相关事故 当局认为这个数字 并未包含更多没有举报的事件 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 已听取双方证词 但还未做出最终裁决 这项决定将由委员会投票表决 但这个投票程序 基于考量双方的正反意见 一再过去延期了两次 二十六台记者傅景宏报道 这一步的图报应 在这一步的车辆回堵 请教授你